话说民以示为天,干饭是一件天大的事,在挤满一个营路战队员的军事食堂里,在挤满近7万名球迷的橄榄球体育场里,在200多米深邃的海底潜艇厨房里,在挤满数万幻想一夜暴富美梦的拉斯维加斯赌场自住餐厅里,在充满大爱的非盈利食品援助仓库里,为了满足一张张饥饿的嘴巴,他们必须要有大量的物资储备和物流体系,从马维持4个月需求的食物塞进潜艇。 到如何完成数百万路战队员的一日三餐,今天就走进大餐工程的背后,一睹其背后的日常,位于华盛顿班戈的肯塔基号潜艇周围,160名船员正在借力传送物资准备启航,他们得在18000吨核动力导弹核潜艇的狭窄空间里,装载足够4个月的食物,共计装载4万公斤的干货,14000公斤的冷冻货,以及3600公斤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任务总计高达58000公斤的食物,平均每个船员360公斤的食物。 潜艇厨师要将这些物资制成76000份餐食,食物总价值达到30万美元。 它能维持潜艇在太平洋海域与市隔绝之下的供应,这些食物在装载到潜艇之前很久就开始准备了。 这里就是仓库,首先在此把物资整理进一个个食物小舱,每个小舱能装下约2300公斤。 接下来就是把这些装满食物的小舱放进潜艇,它们需要借助70米高的吊车,将17个小舱逐个的吊进潜艇下面三层处。 整个过程需要两天,食物滑槽用于引导小舱安全下船,从而不会对食物和潜艇造成任何损伤。 一旦所有的食物小舱被紧紧地塞进潜艇内,其他不适合装进小舱的货物由船员手工传送。 这里就是储藏室,在出发前一定要确保这里装满,因为潜艇能够制造淡水和氧气,但是唯独食物是可以用完的东西。 潜艇出航期间的菜单包括21天膳食周期,这就意味着船员们在三周内的饭食是不会重样的,但是也有缺点。 他们只有在出发的前20天里有新鲜的食物享用,在这期间有烤龙虾、烤类排,甚至美味的糕点。 到后来新鲜食物吃完后就只能吃罐头和奶粉,厨房全天24小时运行,分为早中晚餐和夜宵。 夜宵通常由剩菜组成,对于艇员来说,食物就是士气,潜艇上的士气就在船员餐厅。 这里的食物永远是各大军种里最好的,自1940年代起,潜艇料理就机身军旅最佳用餐体验,甚至连潜艇厨师也是毕业于美国烹饪学院。 面包、汉堡全都是手工现场制作,船员们不仅有美味的餐食,还有可口的饮品,这些士兵每天要喝掉至少一杯咖啡。 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储存4个月的用水,潜艇配备水蒸溜装置,它吸收周围海水将其加热为水蒸汽,这样就能去除盐分。 然后冷却直到凝结送进淡水收集罐,蒸溜设备每天生产12000加仑的淡水,用于饮用、烹饪和清洁。 这艘长186米,宽14米,高四层楼的潜艇,只为厨房留出33平米的空间,食堂只够45名水手或三分之一船员同时使用。 因此这些船员吃饭必须分批次进行,比吃饭更艰难的是如何清理这些残羹剩饭。 因为潜艇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收集储存这些垃圾,他们必须每天将这些垃圾压紧放进钢网罐,然后丢弃在海上。 在垃圾处理室里临时进行卷罐,卷好的罐放在定制垃圾压石机下面,再把垃圾放进压石机,然后通过3000磅液压系统压石垃圾,然后来到垃圾丢气机被水冲走。 罐子上的孔确保海水能够渗入从而彻底沉到海底,只有塑料是唯一不能在海上处理的废物。 你见过美国陆战队员的军事食堂是怎样的吗? 这些美国大兵的伙食标准又是如何?这里正在为一个月的沙漠实战而准备大餐。 在加州29颗棕榆陆战队空地作战中心,15名部队厨师为上千陆战队员准备着称为胜利餐的墨西哥盛宴。 这份大餐包括816公斤鸡肉,725公斤玉米饼肉,4000个玉米饼,861公斤墨西哥玉米,590公斤墨西哥卷饼,998公斤烤土豆,907公斤辣豆,454公斤奶酪酱。 每一个厨师都有自己的责任,他们必须保证4点前把热饭准备好。 一旦所有的食物准备妥当,就用保温车送到食堂,以两列自助餐线进行摆放。 接下来数千名机场陆路的陆战队员们排好队,在吃饭前他们必须卸掉子弹并且洗手,然后依次取餐就做,像这种全营一起聚餐的机会很少。 尤其是在战场或无食品设施的地方,他们只能吃及食餐,每年军队给战场士兵提供3500万份即食餐。 这些轻重量高热食物有24种口味,从猪类骨到辣椒通心粉以及素汉堡,由三层包装袋保存食物。 这种密封袋保护食物免受氧气水分侵害防止变质,至少三年都坏不了。 尽管自1980年这种即食餐就在美国军队使用,但是到了1993年有了更大的改造,那就是增加了口粮无厌加热器。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自家热功能。 只要把食物放进袋子并加水,很快就会热气腾腾,无厌加热的原理和生锈金属类似。 每个袋子都含有金属美化合物和铁尘,士兵给化合物加上水后,它就触发放热反应,氧化金属并产生热量。 如果给士兵准备食物相对简单,那么给7万多橄榄球迷提供食物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里就是费城林肯金融球场,幕后有1200名烹饪工人制作食物满足7万多球迷的胃口。 他们由餐饮服务巨头爱马克提供服务,爱马克经营全美8支NFL球队特许,比赛日前一周就开始准备所有大餐。 所有的食材送到林肯金融球场装卸区,然后由拖车送往各个厨房站点,一次可拖拉多达4500公斤食物。 这顿大餐包括2万个软椒盐脆饼,15000个热狗,6000个牛肉奶酪三明治,1200个汉堡包和10万杯饮料。 为7万球迷皆可需要复杂的管道网,输送苏打水和啤酒,整个体育场每个特许摊位和酒吧,全都连到独立饮料中心。 体育场里总共铺设了65公里管道,输送近2500加仑的饮料,运行这么大规模的操作需要精密的技术。 整个体育场里每个收银机都是实时联网,给后端提供销售的实时数据,以便于源源不断地进行补货。 这种标志性的《费城牛肉奶酪三明治》是人们的最爱,还有当地著名的小鸡和皮特蟹薯条,传统的特许摊位以外还有172个豪华套间, 每个套间最多可容纳20人左右,在比赛前24小时,体育场的地下室里有专门为套间服务的厨房,这里大概有30名厨师和20名食品运送人,为这些套间里共3000多名宾客提供服务,开赛前8小时。 爱马克员工把30多个热箱装满美食送到体育场各处,套间厨房的食物90%是现做,他们使用8个工业烤箱,4个蒸锅,2个气锅,2个倾斜煎锅, 一个熏炉等专业设备进行烹饪,过去的体育场只有固定的饮食热狗和花生,更早的罗马帝国时代借头小贩,就已经向看决斗赛群众贩卖食物。 即使商业名流也无法抗拒汉堡和薯条的刺激,没有人比强尼火箭的这群厨师更了解大家的胃。 位于洛杉矶诺基亚剧院顶部停车场的这个临时厨房里,他们正在准备丰盛的大餐,用来招待音乐奖官方派对的2200位贵宾。 今天他们的挑战是制作5000个汉堡,400公斤炸薯条,300公斤的洋葱圈。 服务人员不光提供美食还有跳舞助行环节,他们早上5点30分来到这里,然后临时搭建厨房,短短的6个小时就将12个烤架,9个炸锅,4个冰柜,甚至还有厨房水槽全部安放到位。 这个临时餐厅比典型的强泥火箭餐厅还要大八倍。 你知道人人喜爱的全部吃到饱的自助餐员自于哪里吗? 这些人类吃剩下的干水又是如何拿来喂养二师兄的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世界娱乐圣地。 到处都是老虎鸡和歌舞女郎,但是还有最具标志性的大餐,这就是全部吃到饱自助餐,其中包括火鸡,可力饼,焦糖布丁,沙拉,鸡肉卷饼,披萨饼, 土豆泥,华福饼,四川玻璃,甚至棉花糖等等。 你想吃的在这里都能找到,在好莱坞星球赌场度假村香料市场自助餐, 每天有三千多鸡肠碌路的赌徒从排桌来到自助餐桌。 这里也是拉斯维加斯30多个自助餐之一,他们每年一起服务于接近4000万人次。 这里最受欢迎的当属上等类鼓和海湾冷虾, 一年需要用掉20万磅蟹腿,12.5万磅虾,20万磅上等类鼓,9万磅羊肉和95万块寿司。 那么这么多的海鲜和肉类又来自于哪里? 其中牛肉来自于美国中西部,鱼来自于东岸,蟹腿来自于遥远白令海上的补蟹船。 这些蟹腿也是自助餐中最受欢迎的菜肴,从阿拉斯加到莫哈维沙漠,要走5天4800公里。 好莱坞星球的装卸工人仔细检查其质量和数量,防止有变质和掺杂冰水等情况。 一旦所有来料检查完毕,就被送往忙碌的自助厨房,这里每天烹饪约一吨的产品。 其中自助餐专用厨师就有150名,实际上自助餐可追溯到17世纪的法国。 那时贵族会在所谓侧板的桌子上展示金银盘子和丰富制品,因此自助餐一次最初不是指食物,而是指精美的餐具和展示所用的家具。 最后自助餐传遍欧洲并最终来到美国,但是直到在拉斯维加斯才有了全部吃到饱的形式。 它始于1946年,在爱尔兰桥赌场,当地推荐人员在赌场设置冷食桌,晚上赌徒只需要付上一美元就可享受这些美食,一美元吃饱让巴克卢自助餐。 一炮而红,很快拉斯维加斯个大赌场纷纷效仿,今天拉斯维加斯自助餐平均要20美元,但你仍可吃到物有所值的美食,但是大量的美食过后就是大量的残羹剩饭。 这里每天要回收3000磅垃圾,这意味着每年超过百万磅食物垃圾。 然后由卡车运送到25公里外的RC牧场,这家牧场自1963年以来就在这里了。 牧场主库姆斯将这些食物垃圾改造成牲畜的最爱,他的3000头猪每天就非常喜欢吃这些食物。 这些成吨的食物垃圾被送到料槽前还需要进行分类和消毒,主要由人工手动分类,之后由传送带送进18米的大锅里,就像煮意大利面一样将其煮沸。 管道将蒸汽从锅炉书送到烹饪锅底座,然后分别送到八个喷嘴。 热蒸汽自家而上把干水煮沸,搅拌器在以每分钟一圈的速度混合糊状物,干水被煮半个小时后杀死所有细菌,然后再送到饲料槽进行投喂。 每头猪每天吃掉30磅五星级干水,7个月内就能增重127公斤,然后运往中西部屠宰场,最终又回到大家超级最爱的自住餐桌上。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的街头流浪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人实际上不愁吃喝,这里就是为其提供免费食物的仓库,他们每天要保证70吨以上食物的免费供应,专为美国最大城市的饥荒者供食,早上的5点30分,布朗克斯这个1万平方米的仓库已经热闹非常,接下来的一小时,工人将把70吨的食品运往纽约市上千个非盈利食品援助项目。 纽约市食物银行是美国200多家食品银行网里最大的一家,他们是全美最大饥荒救济慈善机构,称为公食美国,据相关报道。 仅纽约市就有130万居民吃不饱,这些人每天依赖这样的免费公食,在食物银行提供食物行动中,每年有26000多货物从这个仓库进出, 这些物资由65%来自政府供给,35%的食品由大型制造商捐赠,他们使用类似于超市的调形码技术进行奋减。 仓库每天分发的食物足够准备33万份餐食,其中有些食物甚至直接由食物银行在社区的厨房进行准备。 这家厨房每周供应2500份餐食,有些厨房甚至每天就能提供1500份餐食,今晚的饭菜足以供应700名流浪人员,包括50磅凯撒沙拉,70条新鲜面包,以及120加仑鸡汤面。 在社区厨房楼下还设有食品储藏室,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群可以免费领取,其中包括新鲜的农产品和包装食品, 每周提供13500份膳食食物,给纽约这种大城市公食的物流可能吓人,那么给世界公食的任务呢? 这是50年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所面对的挑战,这也是世界最大的人道组织,一年就要发送超过330万吨食品,为80多国9000万人提供免费公食。 根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仍然有9.23亿人处于长期饥饿,世界粮食署食物约30%是通过弗吉尼亚诺福克及周边码头出海, 通常一个货柜可装满2500吨的玉米大豆混合物,这些物资准备运往肯尼亚的偏远地区,一次就要运送36个这样的货柜, 这足够450万人一天的膳食,装好的集装箱行驶10公里到达出口设施,在这里食物被送上货轮, 这里每天有100艘轮船,50架飞机,上万辆卡车都在运送食物,为最危险和孤立地区准备的食物必须通过空投送达。 整个空投行动必须使用最新的GPS定位技术,否则就有可能砸伤或损毁陆地上的人和物,因此空投食物需要高度计划和精度。 那么为飞机提供航空餐又是怎样一种体验? 这些纽约因伍德的厨师正为上万人准备丰盛大餐,包括龙虾尾、菲利牛排以及鸡胸肉。 这些食物是为11000米的高空所准备,这就是航空餐的制作现场。 他们每年总共准备2亿多份飞机餐,相当于每周要准备5万份飞机餐。 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运行。 全球飞机餐是一个180亿美元的产业,他们能做正宗的泰国菜和地道的中国菜。 任何机上大餐上菜单前,厨师必须小批量的测试食谱。 比如这个公保鸡丁,大厨尝试后觉得非常挖塞,一旦菜被大师傅接受,就开始大批量烹饪,让飞机餐完全独特的一种方法就是急冷。 这些食物被装在平底盘里放入冷冻设备,让冷空气在每个平底盘间循环,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就实现冷却。 冷却后被送到这个大冷舱,工人按照食品规格进行分类打包,每天有40多名员工在冷舱室分发。 这些套餐在飞机上只需要加热即可食用,由于高空中人们的味觉会变得不灵敏。 大厨们要学会如何确保这里的食物在空中重新加热时不会变味,向头等舱乘客的牛排只准备到一分熟。 之后在空中的烤箱里再烤5分钟就会恰到好处,蔬菜则会被放到盐水里烫白,然后捞起放入冰水冷却。 好了这就是大餐工程背后的工程。 这里正在生产的是人人都爱吃的垃圾食品。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要制造100多万公斤的多利多姿,菲利多姿以及美国经典零食乐食薯片。 他们有12条生产线日夜不停的运作、装袋、包装并运送到各种商超和杂货店的货架上。 他们要争取时间把这些商品尽快地送到野餐桌上。 这里就是菲多利超级薯片工厂,工厂成立于1961年,隶属于百事旗下,也是全球最大并且最受欢迎的零食品牌之一。 这里主要制造乐视,多利多姿与菲利多姿等品牌零食,工厂分成四个主要区域,有烘烤房。 他们在这里制造起丝条、洋葱圈和普泽饼,还有制造玉米薄饼类商品的玉米房,以及最大的薯片生产区。 中间则是6万5千平方米的配送中心,通常一天可以生产30万公斤的咸味零食。 特别是遇到节假日和国庆日这样的时间节点,产量就会直接翻番以满足市场的供应需求。 菲多利的头号畅销商品就是经典薯片。 接下来他们需要在国庆日到来之前的一周时间制造200万袋薯片,因此需要大量的马铃薯。 每天会有20辆卡车的马铃薯送到工厂,总重量达500吨。 从马铃薯运送到工厂到薯片成品装袋只需要8个小时,但是收获之前工人首先需要检查品质,制造薯片的马铃薯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上面不能有缺陷或呈现绿色。 接下来需要测量马铃薯内部的温度,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判断这一批货能够存放多久。 同时他们也把马铃薯放进水里测试,这里主要测试马铃薯水分的占比,以便于工作人员调整炸锅的油温,接下来就是清洗去皮。 这个过程一开始有6台去皮机,马铃薯在机器内部会一直旋转摩擦,直到去皮完成。 这6台去皮机24小时就能处理500吨的马铃薯,去皮后会经过自动检查机,在这里有缺陷的或腐烂的马铃薯直接被处理,机器里有像钢琴键一样的指针直接将不合格原料弹出去。 接下来切割机把每颗马铃薯切成薄片,当马铃薯掉进机器时这个金属头会旋转起来将其切片。 还为油炸的薯片经过真空系统驱除多余的水分,接下来就是油炸的时刻,炸锅的温度大约180度,从油锅另一端出来的就是真正的薯片了。 接下来的机器会提出有瑕疵的薯片,薯片通过机器时系统会检查每一片并记录下颜色异常。 如果颜色不对,精密空气喷嘴会锁定瞄准它,并把这块薯片吹进裂瓶桶里。 接下来薯片会沿着运输袋去往调味车间,它们一共可以处理十多种口味。 今天正在生产的是盐味与烤肉口味,滚筒内部的管子会喷出调味料,均匀地裹在薯片的每一面上。 至此整个薯片的制造就大功告成,薯片是非多利的头号畅销商品,但是还有另一种脆片也差不多与之并驾齐驱。 当马铃薯按时送到美国最大的薯片工厂时,在厂区的另一端有老爷火车送来其他材料,在工厂里面共有七条体路,它们主要是用来运送玉米、马铃薯和油,一天最多会送来12辆列车的量。 玉米主要用来制作薯片外的其他垃圾零食,主要是菲利多姿、白玉米脆片和多利多姿。 这三个价值几十亿美金的品牌中最畅销的玉米片就是多利多姿,这是一种入口酥脆的玉米薄片。 这里一天要用掉45000多公斤的玉米,一切都属于这个巨大的粮仓,一连串的水槽跟过滤器会清洗玉米,然后将其送到厨房将玉米煮熟,每个巨大的桶里都放了1000公斤,玉米在里面以200多度熬煮4分钟, 然后浸泡12个小时,这个过程主要是让玉米吸收水分,也有助于去除玉米的外壳硬体。 完成后就是研磨成面团的时刻了,之后要确认温度及粗糙度,然后经过两个滚筒到达切割机,将面饼切出标准的多利多姿形状,接下来还要煮熟它们。 首先面片会进入工业烤箱,在这里面片的外层会被封住以包住水分,让面团冒跑,然后让脆片在输送带上冷却,接下来就会送进炸锅。 在滚烫的菜籽油里炸至几分钟后,最基本的多利多姿就出炉了。 在经过数十种调味后,一年40亿美金产值的美味产品就完成了,他们今天制作的是经典口味乳捞玉米片,接下来的一周工人要制造出50万公斤的多利多姿,与此同时薯片制作团队遇到麻烦了,两台卡车卸载输送机坏掉了。 如果不能及时地修复,原料就无法沿着运输带送到工厂内部,户外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也会对马铃薯等原材料造成致命的破坏,这样就无法保证马铃薯的品质,所以必须及时修好机器。 但是12条生产线一天24小时运作,这只不过是众多可能出错的事情之一。 好在两名维修工人很快将其修复,马铃薯一旦从地底挖出来很快就会腐烂,因为制作薯片的马铃薯是一种表皮很薄的品种,所以供应非多利工厂的农场,如佛州的黑金农场,必须在运送到工厂的前几天才开始收割,这里基本上是在110天前开始种植,然后预计好收割的时间,所有的标准都是按照工厂的要求进行。 收成后的马铃薯很快会送到清洗室,会经过一连串的摇动机与过滤器去除泥土,杂草与石头,然后用水冲洗这些裹着泥土的马铃薯,接着送上分类桌,有人工将机器没有去除的劣质东西粪捡出来。 此时的马铃薯仍然带着地热,所以要经过水冷却器,在马铃薯的周围会有冷水循环冲林,以帮助降低温度,这样也能让其保存得更加久一点。 马铃薯必须符合严格的品质标准,否则非多利工厂也会拒收,品质标准的制定就是品管部女郎的工作,他们需要查看马铃薯的颜色以及大小,并且将其切片并下锅油炸以评估样本的整体品质。 通常薯片是越白越好,清洗完成的马铃薯做完最后一次检查后,开始装车运输。 新鲜的薯片离开厨房后会随着运输带来到下一阶段,所有输送带以及梯子落下的过程跟勺子都有些微的震动,这样薯片永远都不会撞到坚硬的平面,以确保产品不会碎裂。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包装时刻了,碎片落到正确的位置后进入称重机上,几个勺子准确地量出一袋的碎片量。 最后落入一楼的包装袋中,装袋积穿入氮气然后真空风口,这道程序区除了氧气,这样薯片或者玉米片才不会走位,并创造出空气带提供缓冲,确保里面的薯片不会碎掉。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这里的包装工人需要一共包装150万箱薯片和玉米片,薯片,多利多姿。 菲利多姿与白玉米脆片都是菲多利的畅销商品,每种商品一年都能卖出数十亿美金,但是烘烤房里还有另一种脆饼也是非常好吃的垃圾食品,这就是洋葱圈,这里就是洋葱圈的生产线。 它的原材料并没有洋葱,而是纯纯的玉米粉,机器里的玉米粉要跟水一起混合,然后送到柱叶草,随后它们要经过钢木压出击,会创造出爆米花的效果变成洋葱圈,这就是整个挤压过程。 机器中的玉米粉和水一起被加热,再沿着螺旋状物体揉捏,再压力下水会维持液体状,但是产品从钢木挤压出来时,会遇到较低的空气压力而瞬间扩张开来,让面团胀大并迅速煮熟。 随后由工人肉眼检查确保洋葱圈的大小一致,保证没有膨胀过度,接下来下锅油炸并调味后就变成真正的美味洋葱圈。 当洋葱圈进入炸锅油炸完成后进入滚筒,以盐与洋葱混合粉调味,最后就是打包装箱的缓解了。 这个烘烤房也制作其力多于普泽饼,但是突然间工厂出现间隙性断电导致整个输送带停滞不前,维修团队需要快速采取行动,并想办法重新开机。 但是持续的雷雨天气让整个工厂彻底断电,这一次只能打电话给到电力公司进行处理,电力恢复后他们迅速让机器运转起来。 其实整个工厂遇到这种类似的危机后,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就能快速恢复,但是首先他们必须清理油锅里烧焦的产品。 在停电的这几分钟里,所有油锅里的产品就无法及时地输送出来,因此这些产品必须要彻底清理出去,前后不到10分钟左右,所有的机器又开始全面运转起来,同时他们需要将落下的进度及时地赶上。 到了傍晚一大群机器人设备也已经准备好出货了,这里就是非多利工厂的仓库,有6万5千平方米的储存空间,仓库团队负责把产品从工厂送到顾客的手上,这里的运输工作基本上由机器取代, 这里有自动导向车,高价柜,有3000个装了产品的站板,每个站板上可以安放40箱产品,总共有9层楼高,由6辆起重机自动操作,所有的人工都不需要爬上9层楼那么高去搬运箱子,一切由电脑系统运行,碎片从包装驱经轨道送进区分品牌的自动化系统,然后把它们堆叠在站板上,自动导向车会把站板运回高楼储藏区,扫描机此时扫描条码,然后把它们送回9层楼的储存, 系统挑选产品已符合订单,这里有两种方式,要前往配送中心的大量的单一商品会被拿出来装上卡车,但是它们也会组合比较少量的混合订单,以此来直送超市,这个步骤需要人工挑选,挑选员会利用所谓的声音挑选系统,首先装载好的卡车订单会传到系统里,订单会被念给戴耳机的挑选员, 挑选员会被要求去独立库存管理单位挑选特定的数量,挑选完成后就回复系统完成工作,这个系统具有语音辨识功能,它们可以念出不同的指示命令,系统都能够准确地识别, 混合的商品会经由输送带送到装载区,会有机器把这些箱子装上货车,人工只需要在一旁盯梢辅助即可,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些系统安全准确地运行,从而大大的提高了整个仓储系统的工作效率,好了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薯片制造工厂。 提起邮轮,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泰坦尼克号,感叹其恢弘的外观,豪华的内部装潢,以及发生在上面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然而在巨型豪轮海洋自由号面前,即使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巨轮也黯然失色,它的尺寸相当于泰坦尼克号的三倍,海洋自由号总吨位15.8万吨。 它的重量相当于8万辆家用轿车,船体长达339米,相当于37辆公共巴士,宽56米,高72米,可容纳6000多名旅客。 仅船上的管道就有160公里长,电缆线路总长,高达3500公里,共安装了75万只灯泡,每天需要淡化320万升海水,并制造3.5万公斤冰块。 这艘巨轮由有270多年历史的芬兰阿克尔造船厂,耗资5.1亿英镑打造,然后以高价售给美国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 整艘邮轮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公园,包括巨浪湾,这项首度出现在邮轮上的人造冲浪装置。 还有一个提供水上运动项目使用的梦幻水世界,以及悬挂在11层甲板外的旋转泳池。 当然还少不了琳琅满目的餐饮美食和购物商店。WiFi无线网络更是无死角覆盖全船,中部大厅足有7层楼高,设有14部透明电梯。 船上最大的总统套房有4个卧室,4个浴室和一个户外漩涡浴池。 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体育馆,除健身房,桑拿市,拳击台外,还包括高尔夫球场,雪茄俱乐部,婚礼教堂,免税商店街等等。 在游轮的顶层天台上,有一个十几米高的攀岩壁,豪华游泳池更是一池两用,到了晚上便是每轮美奂的舞池。 值得一提的是,该船还特别设有中文服务,包括提供中文菜单,中文点餐服务,中文字幕电影等等,清晨5点的迈阿密港。 海洋自由号准备起航,展开一趟极致的加勒比海奢华之旅。 它将带你从美国的迈阿密起航,穿越海地的拉巴地,到亚买加,途径大开漫岛。 最后来到墨西哥的科兹煤,现在有4300多名旅客准备开始登船。 位于舱底的厨房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备货,他们将600多吨的食材搬运上船。 因为按照规定,不允许在中途停靠的其他国家补充物资。 这里由库存管理经理布兰奇和厨师长约翰负责,一个负责清点商品的数量。 另一个则是负责食材的质量。 一旦发现有货品受损或变质,就需要退回供应商处,紧急换一批新的送过来。 钱仓接待处则由客服经理薛林顿负责。 他说在船上最重要的就是食物。 早餐的供应时间是6到11点,下午茶的时间是12点到16点。 但是实际上在这里一天24小时都是不停地吃。 这艘游轮每一次航行都要准备7000公斤的牛肉,42000克新鲜鸡蛋,3300公斤的萝却菜,1600公斤洋葱,以及6800公斤的马铃薯。 但是这也只是列举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食材而已。 当食材和旅客全部准备完成以后,就是接下来的起航时刻了。 普通人登上世界最大的豪华游轮,游完一周,需要花费多少钱。 这是一条贯穿游轮的皇家走廊,它游如一座小城镇。 这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商店和酒吧。 其中专供旅客散步的通道位于第五层甲板,这里被视为游轮的心脏。 这里最具特色的是一个可下降的超级大桥。 很多歌手和表演者把它作为舞台。 如果你对表演不感兴趣,甲板上还有各种运动项目可以体验。 海洋自由号也是世界首艘拥有造波机的船舶。 巨浪湾每分钟可送出113000公升的水,让你体验到极致的冲浪乐趣。 海洋自由号游轮正马力全开。 这艘极尽奢华的游轮几乎可以承受任何风暴的袭击。 今天它将通过经常遭受飓风侵袭的海域。 但是作为船长却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早在2005年10月,威尔玛飓重创加勒比海, 导致亚买加、海地及开曼群岛等地都遭受严重破坏。 这些地方就是这趟行程的停靠港口。 所以,游轮上配备了精密的气象侦测技术不断更新数据。 另外,船上还有一个医疗室,由菲利普医生在这里坐镇。 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普通的头疼脑热,而是较为棘手的传染性疾病。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游轮就要被迫停港中断航行。 所以他们要求旅客在登船以及就餐前必须洗手消毒。 这趟旅行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24小时享受到美食, 但是同时就衍生出了废弃物的处理问题。 游轮上有废弃物处理设备,并且所有的垃圾被进行分类。 比如,这些易拉罐需要压扁堆叠存放进行回收,玻璃会被碾碎回收。 固体废弃物则是存放到靠岸后再进行专业的焚化处理。 所有的废弃物一丁点都不允许丢入大海。 来到厨房间,这里有250名厨师每天处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食物。 每天需要供应7万盘餐点和15000份甜点,并且提供直接送餐到客房的服务。 船上的电视台由提姆负责经营,他的员工会每天到游轮的各处拍下所有活动的过程。 接下来,他们有一场重大的活动,那就是新年倒计时大型表演秀。 作为拍摄和技术团队,他们必须确保各种精彩的瞬间能够呈现在大萤幕上。 船上最受欢迎的游戏是一个名叫爱情与婚姻的默契游戏。 这项活动是在三楼甲板的阿卡迪亚剧院举行,这里几乎场场爆满。 技术人员会将现场画面传送到游轮上的每个大屏幕。 欢乐也是这里的永恒主题。 另外,船上还只拍6名专业的摄影师为大家拍摄全家福照片,记录美好的瞬间, 然后拿到船上的冲洗式冲洗。 几个小时后,旅客就可以前去购买照片,每一趟旅行,他们总计可以拍下3万张照片。 海洋自由号已经到达加勒比海最热闹的景点,这里是墨西哥的科足美岛。 旅客们会下船进行短暂的户外游玩。 此时,游轮内部的洗衣部成为海上最忙碌的后勤部。 这里的船员全部都是超负荷工作,每天要清洗处理5万多件衣物。 库存管理部则清点酒水库存。 因为在这里,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酒。 船员们的住处与旅客客舱是完全隔开的。 位于船舱下的一个隐秘的员工通道是工作人员的指定通道。 它是一条贯穿船体头尾的主通道。 这里就是员工和甲级船员的餐厅。 通常他们都是连续工作6个月再休假3-4个月。 休息的空档,他们会来到这个游戏室打回电玩。 当夜晚来临时,海洋自由号上最红火的DJ夜总会就开始躁动起来。 以及全船共75万盏灯几乎全部点亮。 此时,位于轮机市的工作人员需要密切关注,确保电力运转一切正常。 明天,它将要前往著名的大开曼群岛。 这里是一个购物天堂,但是这些地区经常发生沉船事故。 这些岛屿四周的海域底下埋藏了140艘沉船残骸。 轮机长需要密切监测天气状况。 这里是轮船的动力控制室。 全船覆盖了3500公里的电缆线路。 这里所有设备的光感性极高,连手机相机的闪光灯都能使机器瞬间停止运转。 这艘游轮每个小时要用掉11000公斤的燃料。 在游轮上火灾比飓风更可怕。 一旦发生火灾,这个区域就会被迅速地隔离起来。 因为这里储藏着巨大的能量。 它由6部瓦西兰柴油发电机驱动,可以让游轮的时速高达42公里。 很快,他们便航行到了大开曼群岛。 但是由于持续的恶劣天气导致港口封闭。 所以接下来游客们只能继续在船上渡过。 这时他们会选择来到甲板上的露天泳池。 这里有热情洋溢的水上大比拼。 还有无与伦比的梦幻水世界。 它也是首艘利用悬臂吊起按摩池的游轮。 整个游泳池悬挂在11层甲板外的延伸处。 这些游泳池里装的全是淡水。 总水量高达480吨。 这得益于这个巨大的淡水处理设备。 每天可淡化320万升海水。 在船体的两侧还挂有30艘大型救生艇, 以及78艘充气救生阀。 这些救生设备安放在船上的各个关键位置。 确保紧急情况时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并不是任何紧急情况下都适用于这些设备。 比如有一次一位粗心的母亲在下游轮时, 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8岁的女儿。 结果导致孩子独自在船上求助。 于是船长联系了当地港务局, 将他的母亲送回到游轮。 厨房永远是全船最忙碌的地方, 为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接近6000人准备豪华餐宴, 几乎需要24小时不停地运转。 外面的工作人员也在全力准备迎接新年的晚会现场。 今晚顾客们会喝最好的香槟, 穿最好看的礼服, 吃最诱人的美味。 很快迎接新年的晚会如期而至, 接下来将是考验这些后勤服务人员的重要时刻。 盛大的表演如期而至, 但是有时也会出现意外情况。 这时只需要开启稳定器, 制作人和轮机人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晚餐结束以后, 所有人会选择来到皇家长王参加迎新年倒计时晚会, 这里瞬间就会人山人海。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这趟奇妙的探险之旅也即将接近尾声。 未来这艘游轮还将持续往返于这趟航线。 这是一艘海上超级巨轮, 高度相当于10层楼, 它每年的航程等于地球和月球间距的三分之二。 它一年载运将近20万个货柜, 船上的货物价值50亿美元, 这些货物必须完好无缺地及时送达。 但这艘大船上只有22名船员, 今天就走进超级巨轮东方亚特兰大号, 看看船员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 他们都是远离家乡而又无法抵达远方的人, 他们需要随时准备好面对任何紧急情况, 其中包括如何应对肆意妄为的海盗袭击, 如何运送保护如山高的贵重货物, 并做好进入世界上最大集装箱港口的准备。 这艘超级货轮是海上的巨无霸。 亚特兰大号又属于最新最大的超巴拿马极限型货柜轮, 这类货柜轮因宽度过大尔无法穿越巴拿马运河, 亚特兰大号若是军舰, 就相当于有着数千人的航空母舰。 22名船员中有几名是海员, 他们负责随时维持巨轮的运作, 有5名轮机员负责控管船上的引擎, 动力设备与作业系统。 有4名甲级船员负责24小时轮班, 另外的触及船员要负责守卫, 密切注意天气, 二夫劳欧负责导航与通讯作业, 大夫强大森对所有人员和船舶的安全负责, 以及货柜轮的日常作业与上货安排, 领导所有船员的船长在海上打滚了一辈子。 罗杰鲁威伦船长多年来已养成有趣的睡眠习惯, 哪怕在睡觉时永远只合上一只眼, 30多年来多半的时间都待在驾驶室, 他航行过地球上各大海洋, 并造访过所有靠海的国家, 此刻亚特兰大号位于马六甲海峡, 他从马来西亚的巴生港出发前往新加坡, 然后再往北航向香港, 他们在这条繁忙航线上的行程很紧凑, 亚特兰大号的汽笛声响起时, 所有小船最好离他远一点, 这艘货柜船的规格十分惊人, 亚特兰大号总长323米, 若将它树立起来会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 它的顶层甲板面积比两座足球场还要大, 亚特兰大号载满货物时, 重量超过300架巨无霸飞机, 它负责的路线是每42天将货物从东南亚运送到美国西岸, 然后再折返回来, 如今全球有超过一半的货物是利用货柜运送, 一年有近2000万只货柜移动三亿次之多, 这些货物总价值近5兆美金, 来自东南亚各国的货柜陆续送抵新加坡, 其中有些是要送上亚特兰大号, 货物必须在巨轮靠港前送抵港内, 有两批要送上亚特兰大号的货物, 来自数千公里外的澳洲, 其中一批货物贵重又一岁, 是999香南澳清脆葡萄园的葡萄酒, 另一批则是极易腐坏的美食, 这只货柜装的是鲜美多汁的名虾, 这些葡萄酒和海鲜预定要送去香港的商店和餐厅, 这两种货物都得小心处理, 并且要不时检查, 亚特兰大号预定在24小时内抵达新加坡港, 但是进出港口的手续规定很严格, 如果文件没有备妥, 船舶就无法进入任何国家的海域, 船长必须严手行程表, 准时到达新加坡港口转运货物。 如果韩国制造的货轮自居全球第二, 就没人敢称世界第一, 超级巨轮东方亚特兰大号正在快速前往新加坡港, 他计划要转运2200只货柜, 这艘货柜轮最多可运载8063只20英尺货柜, 此时船长来到相当于水面下13.6米的船舱, 这里的货柜堆成9层, 甲板上还有6至8层, 总的货柜大概堆成17层, 堆起的货柜高度超过44米。 若是在陆地上, 这些货柜看似10层楼高的楼房, 若将这些货柜排成一排, 长度有将近50公里, 超过奥运马拉松的路程。 早在40多年前, 像葡萄酒这样的产品是装在各种简单箱子内运送, 将冷冻食品送到远方更是不可能的事,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 美国人麦肯麦克林提出一个改变世界贸易的构想, 即使用设计与大小相似的货柜装运所有货物, 这样便能利用公路、铁路或海运, 将货物运送到世界各地。 货柜的使用量增加后, 运载货柜的船舶也跟着变大。 东方海外航运委托韩国三星重工船厂, 制造12艘SX级货柜轮。 东方亚特兰大号就是其中之一, 8000多名工人花了将近9个月才完成这艘船的建造, 造价超过1.5亿美金。 除此下水时, 这艘SX级船舶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货柜轮的记录, 高抗拉钢加上船体设计赋予亚特兰大号最大的运载能力。 最令亚特兰大号以以为傲的是其动力设备,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柴油引擎。 这具巨大引擎装有12缸涡轮, 引擎的高度有6层楼高, 并产生高达93120马力的动力, 比一般家庭房车的马力高出700多倍。 强大的动力使货柜轮的平均时速接近25海里, 这个速度足以让人们跟在船后划水。 亚特兰大号每天可航行570多海里, 它每天会用掉240吨燃油, 相当于每小时耗费10吨柴油。 引擎虽然耗油,但内部却很干净, 因为它是使用干净的燃油, 有一组绿油器会先过滤掉杂质, 再将柴油输送到储存槽, 然后加热到129度, 热燃油和气体容易引发爆炸。 因此船员在海上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火灾演练, 发生这类紧急状况时, 大福强纳森会集合所有船员, 船长负责发号施令, 首先要开启紧急消防泵, 消防泵每分钟可喷出4000多升的海水, 海员利用高压管炒起火点洒水, 他们每周六下午会进行两小时的训练, 主要针对轮船前半部, 厨房和居住设备这些地方举行消防演习, 船上各区域的消防演习是以三个月为一期, 其中轮机是起火最危险, 而且无法用水来灭火, 他们得用另一种方法扑灭, 这个房间摆放着数百平二氧化碳, 灭火系统自动会将二氧化碳输送到轮机市进行灭火。 亚特兰大号拥有创新的推进器, 因而能够保持高速前进, 这具胶筑合金制程的推进器重85吨, 有六个叶片,每分钟会转动104圈, 其产生的推力可让轮船以25节的时速前进, 推进器的后方有一个深入海面下进12米的巨多, 其大小相当于一辆双层巴士, 很快海面上船舶数量突然增加, 这表示亚特兰大号已接近港口, 对船长而言入港时的压力最大, 因为要时刻注意来来往往的各种船只, 当船长小心翼翼将亚特兰大号驶向港口时, 你知道接下来的装箱环节又是怎样进行的吗? 在2500公里外,埃瑞克里是装船规划员, 他在东方海外位于香港的总公司, 以最先进精密的装船规划软件进行规划, 他负责决定亚特兰大号8000只货柜的上货顺序, 埃瑞克必须妥善规划装船计划, 亚特兰大号则必须准时抵达港口, 这时就要请来当地的银行员上船接手, 因为每个港口都有自己的秘密,急流, 变幻莫测的潮水和潜水域都是外人无法精确掌握的, 萨米奈尔在新加坡港当银行员已经20多年了, 接下来由他负责驾驶亚特兰大号超级巨轮进港, 与此同时他调来拉布拉多号拖船, 这艘拖船有4000马力, 船员将拖船拉布拉多号系在亚特兰大号的左尾, 亚特兰大号前部的巨大电动手侧推进器也有3350马力, 银行员总共可使用7000多马力的动力, 这样就很容易精准地将轮船停入不位。 亚特兰大号一进雾,后续作业玄机展开, 卡车已排成一列准备上货下货。 新加坡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货柜码头, 负责处理全世界17%的货柜, 共有4部巨型起重机快速调运。 艾瑞克的装船计划在此时受到考验, 它必须预先规划好每个步骤, 并为每只货柜分配一个位置。 所有货柜皆不可移动两次, 否则会浪费时间和金钱。 因此要在下一个港口卸货的货柜必须堆放在最上面, 要送去美国的货柜则必须摆在舱底。 另一项重点是上货时必须保持船身的平衡。 船身若有一侧重量过重就有可能会翻覆。 大富强纳森得在这段关键时间, 密切注意亚特兰大号的状况。 他的电脑会监控船上重量的分配, 还能较正不平衡的重量分布, 船底有一组巨大压载舱。 强纳森可通过调配这些压载舱内的数百吨海水, 来保持亚特兰大号船身的平衡。 平衡作业还有别的考量, 那就是这艘船还得加油。 亚特兰大号的燃油舱可容纳750多万升的柴油。 加油船是港内的水上漂浮加油站。 为巨轮加上近7000吨的柴油需要6个多小时。 每吨燃油的价格是280美金左右。 一次加油就花掉船长将近200万美金。 轮机员二文趁引擎关闭时去检查驱饼轴箱。 他需要查看哪根螺栓松掉了或是哪个可活动部件有严重磨损。 这里的气缸内径有将近一米,活塞的冲程有2.4米。 任何磨损皆会引发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上货的冷冻货柜, 在整个运送过程中温度必须保持在零下18度。 大富强纳森将冷冻货柜的插头插在船上的插座上, 以便迅速恢复货柜的冷冻能力。 冷冻货柜摆在船上时, 船员每天要检查货柜温度两次。 接下来以及海员到甲板底下找寻可能藏匿的偷渡客。 甲基船员则在驾驶室内规划接下来的行程, 阿尔夫负责规划航线。 出海两年多的船员阿福终于回到家乡, 一进家门发现儿子已经周岁了。 这就是飘在茫茫大海中这些船员的辛酸与苦楚。 那么你对船员的生活又有多少了解? 每当巨轮离港前,阿尔夫利用海图计算尺和罗盘进行航线的初步规划, 然后再将资料输入电脑。 先进的软件会将它的资料输入卫星导航系统和雷达。 所以驾驶室内的甲基船员不但能规划好航程, 还能同时预知海上的交通状况。 当所有新货柜全部上船并且固定好后, 准备展开前往香港的漫长旅程。 所有货柜皆与上下方货柜紧紧相扣, 其所形成的矩阵结构可牢牢固定住每只货柜和入港时一样。 卢威伦船长与银行员一同指挥, 首次推进器在这处狭窄水域发挥其最大的动力, 再利用4000匹马力的拖船将巨船从船坞内拉出来。 接下来银行员离开巨轮, 他必须涉嫌往下爬, 再勇敢跳上饮水船。 接下来亚特兰大号要两天半的时间, 才能从新加坡抵达香港。 这段航程长达1460海里, 在这段漫长的航行时间里, 船员要进行定期维护作业。 船长, 大富和水手长每周会彻底检查亚特兰大号的驻舱一次, 所有船舶作业系统都需要电力。 轮机员负责维持5部500万瓦发电机的顺利运转, 以及海员每天必须检查所有冷冻货柜的温度两次。 亚特兰大号可运载700多只冷冻货柜, 船上的海水淡化设备每天可处理3万升的水。 但机器必须定期清洗, 船员必须刮除清洗节在平板上的盐力。 在快速将之放回机器内, 船上存放了大量必须保持新鲜的食物。 亚特兰大号的起居区内有迷你冷冻货柜, 有蔬菜室,有厨师,有储藏室。 其中最重要的船员当属厨师, 他负责订购和准备所有食物。 还得设计能满足22名不同文化背景船员的菜单。 他天天的为22个人准备三餐。 船长认为和船员一同吃饭, 有助于发挥大家的团队合作精神。 当这艘船进入了危险海域后, 有些夜晚出现的小鱼船可不是出海来捕鱼的, 海盗会寻找机会截夺财物。 现代海盗不会戴眼罩, 也不会用牙齿咬着匕首。 现在海盗是拿着机关枪和AK47步枪, 搭乘动力强悍的快艇。 海盗的目的一是挟持船员当人质, 或者他们通常是来偷盗船上的金钱或贵重物品, 通常他们会朝船尾甲板逼近, 那里是船上高度最低最无防备的区域。 若船长无法制取海盗, 他们只能用高压水炮自卫。 唯一的希望是在海盗登船之前将其冲入海里, 在海上除了海盗还会遭遇另一项威胁, 海面上开始起风扮有大浪。 船员需注意台风际的强烈热带风暴, 并采取应对措施。 船长可以避开风暴绕道而行, 但是会耗费更多燃料和时间。 此时船员仍然必须检查冷冻货柜, 即便是得顶着70节的强风也一样。 因为这类状况可能会导致冷冻货柜电源中断, 风暴会大大降低能见度, 但大雨也会破坏导航仪器。 这艘超级巨轮亚特兰大号要花42天才能完成一趟旅程, 从东南亚前往加州然后再折返, 一年会航行超过26万多公里, 大约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三分之二。 驾驶室到了夜晚, 不仅是船的脑部, 还是亚特兰大号的眼睛和耳朵, 出现在亚特兰大号雷达上的所有船舶, 皆是利用数字标号来区分, 驾驶室里的人也可追查这些船只的行驶方向和速度, 这项重大技术可帮助巨无霸优雅的驶入大港。 每年有22000多艘货柜轮, 将2000多万至20英尺货柜运送到香港的这个港口, 船一靠上码头, 轿车就将拦锁拉紧, 历经两个多星期的旅程后, 他们终于将两批特殊货物送到, 接着就是迅速地下货并检查货物, 与此同时还要装上要运送到美国的货物, 然后满载着货物继续启航出海, 船长和二副在驾驶室里, 规划船接下来要横渡太平洋的漫长旅程, 亚特兰大号每年要运送18万5000只货柜, 这些货柜总值估计超过50亿美元, 好了这就是货柜轮的海上运输日常。 也许你见过这种渡轮, 但是不一定见过另外这一种,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渡轮, 它不仅可以装载乘客, 还可以转运各种汽车和巨大的卡车, 整个渡轮的造价高达10亿美元, 一次可以运载超过4000吨重量, 它往返于全世界最繁忙的渡轮航线英吉利海峡, 这就是史坦纳大英号超级渡轮。 史坦纳大英号长达240米, 共有7层甲板, 相当于7个足球场那么大, 可以装载500辆汽车, 其中有3层客舱甲板, 包括538间客房和3间餐厅, 以及一间电影院, 可以一次性运输超过1200名乘客。 它和它的姊妹船是坦纳荷兰号, 都隶属于1962年成立的瑞典哥德堡斯蒂南Line船运公司, 目前也是欧洲最大的渡轮公司。 总共有38条渡轮在欧洲10个国家之间的20条航线上作业, 年航程总计超过28700次, 平均每年约760万乘客和170万辆汽车登船。 这艘渡轮主要往返于荷兰角和英国哈威治, 全程需要6个小时, 一天一趟,365天不间断, 这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目前它正停在荷兰的路特丹岗进行最后的检查, 如果通过不了检查就无法出航。 这对于50岁的荷姆斯船长和90名船员来说,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因为接下来是这艘渡轮的首航, 所有人都需要快速的熟悉和熟练操作, 客服经理需要从客舱到厨房, 甚至宠物笼子进行一一检查,厨房是重中之重。 它有一座奥运泳池那么大, 在这里上班的大厨一年至少烹饪75000公斤的肉类, 制作数百万升的汤类, 这里还有顶级的海上旅馆, 服务人员需要尽快整理好1368张床铺, 再过4个小时, 会有4名安全审查员全面评估船只, 这将直接影响这艘渡轮是否顺利守航。 火灾警报系统将渡轮分为22个区, 每一区有200台烟雾侦测器, 若有一台损坏, 整个区域都会统一失灵。 当所有的系统都调试完成后, 安全审查员准时到达, 他们需要审查一切有可能影响乘客安全的因素。 当所有的操作系统全部审查完毕后, 就是考核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了, 高级船员必须示范如何指挥乘客逃生。 当安全的将乘客送上救生艇后, 审查员宣布审核通过, 他们就可以进行航行载客了。 接下来他要从繁忙的莱茵河顺流而下几公里开到荷兰角的渡轮码头, 此时银行员和三艘拖船已经就位, 很快便驶出狭窄的港口进入开阔水域。 他们有一个小时到达码头装载乘客, 首先就是90名船员登船并安顿好。 数百辆卡车和汽车已经开始排队, 他们要登上世界最大的渡轮穿越英吉利海峡, 使坦纳大英号超级渡轮装载的方式与众不同, 首先可以从船的一端进入, 然后直接从另一端出来。 另一方面他打造了全新的通道系统, 让车辆可以同时从两层甲板进出, 这也是与其他渡轮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称其为引桥, 当渡轮抵达时, 下层通道会从船上连接到码头, 同时液压操作的引桥会从岸边打开并连接到上层甲板。 渡轮的厨房里正在热火朝天的备菜, 由于是周五的晚上, 会有大量的乘客选择外出度假, 所以美食必成第一重中之重。 今晚他们预计需要供应至少1200份餐点, 整个厨房只有5位主厨, 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乘客此时也悉数开始登船, 他们首先办理好入住手续, 然后就挤满了渡轮的餐厅和酒吧, 在史坦纳大英号还未正式起航的时刻, 渡轮内部已经热闹非常, 当所有的卡车都开进船舱后, 工作人员需要牵着狗子从前到后巡查一遍, 主要是确保没有非法偷渡者藏匿其中。 当所有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之后, 就开始移开通道正式起航。 这是一艘240米长的大船, 首先需要在码头里缓慢地掉头, 然后前往200公里外的英国哈威治, 他们必须要在6个小时内将上千名乘客 和数千吨货物准时送达。 这艘渡轮重达6万2000吨, 几乎比铁达尼号重了2万吨。 当它到达目标地点后,50吨的船手舱门缓缓打开, 两座超大型车辆通道也连接到舱口, 这些司机会逐一地将卡车开下渡轮。 当步行乘客全部下船以后, 工作人员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清理全船, 客舱必须彻底清空并清洁达标, 用过的床上用品必须送下渡轮拉到合作的清洁机构处理, 就在此时也将干净的床单运上船舱。 它们每周就会有15吨需要清洗的床单, 每周也会产生50万立方米的垃圾, 足以装满5辆垃圾回收车。 此时下一批返回的乘客也开始纷纷登船了, 双层甲板使得它们装载的速度大大的提高, 全程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装进1200人和500辆汽车。 当所有的乘客和车辆全部进入船舱后, 开始收起引桥,接下来就是通知轮机式发动引擎, 这里全是通过高科技触控大屏操作, 逐个的发动4具拥有6万匹马力的引擎, 但是港口里鱼龙混杂,什么样的船只都有, 恰巧前方有一艘游轮横着慢慢悠悠的驶来, 直接就挡在了史坦纳大英号超级渡轮的前面, 无论船长怎么用无线电喊话, 对方就是置之不理,船长也束手无策只能安静地等待, 因为只要装载危险品的船只从前方驶来, 就总是享有优先通过权, 半个小时后他们终于踏上了回程之旅, 这艘世界最大的渡轮是坦纳大英号已经晚点了30分钟, 正在家族马力全力前进, 此时的英吉利海峡也推起了三里高的大浪, 对于平底渡轮来说, 这有可能会给船身造成极大的不平衡, 甚至造成很多乘客出现运船现象, 为了应对这种状况, 渡轮在建造之初就安装了最尖端的稳定器, 它就像飞机的机翼一样, 通过电脑控制, 根据海浪的大水和方向做出不同的调整, 从而让船身保持平衡稳定, 就在轮船快进港口时遇到了5到6级的西北风, 实际上这种超级渡轮最怕的就是强风, 因为打造这种又高又大的渡轮是有代价的, 高大的船身与风帆一样会捕捉强风, 很容易被吹离航道, 此时船长决定利用拖船来降低风险, 当渡轮进港时, 拖船会从右侧过来开始推船, 以阻挡大风将轮船吹偏航道, 至此他们顺利进港, 码头工人也立即绑好安全绳索, 全新的双甲板通道系统也已降落至固定位置, 大大小小的车辆也立即下船, 不到三个小时就完成卸载任务, 但是紧接着下一轮的装载也快速开始, 货运是船舶的生计根本, 每到周日晚间, 货运量可以大到200多辆卡车, 这也是史坦纳大英号的最大容量, 卡车上船后停在指定的位置也是一大挑战, 这艘渡轮一趟可以运在4000灯货物, 每一辆卡车的停放位置都必须经过精力的安排, 才能保持轮船的稳定, 轮船上安装有先进的平衡系统, 一旦船体失衡就会发出警告, 船身平衡是代表从船手到船尾的稳定性, 同时需要查看每一种危险货物, 从油漆到腐蚀性液体都是严格检查的对象。 当一切都顺利完成的时候, 50吨的下层车辆通道却无法正常关闭, 通道和船手舱门必须精密闭合, 否则渡轮就有可能沉没, 并且在闭合的过程中是由两根巨大的液压锁固定, 当通道抬起时, 其中一根锁锁未能收回, 因此扯坏一块金属板阻碍了通道的正常关闭, 找到原因后他们很快就修复了问题。 当他驶出港口的时候已经晚了两个半小时, 这艘超级渡轮的最高速度是22节, 位于9号甲板的一家四口是乘坐渡轮外出游玩, 他们说宁愿乘坐渡轮也不愿意搭乘飞机, 因为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行李放进小汽车里, 再开着汽车来到渡轮上, 这样既方便又快速, 这估计也是很多人选择渡轮外出的原因。 当他们到达港口后, 在下一批客人和车辆返航, 就这样365天从不间断的运行, 这就是这艘超级渡轮的日常。 你知道航母上都有哪些部门, 但要又是如何装载, 舰带机具体又是怎样弹射起飞的? 这里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一, 在只有2万多平方米的空间里, 一共需要5000多人的参与才能运转起来。 今天就一起走进这艘造价62亿美元的 尼里兹吉布什号航空母舰, 探秘航母上的工作到底如何开展? 布什号航母是尼里兹吉航母中造价最高技术最先进的航母, 也是世界上现役攻击力最强的航空母舰, 它就像一个10万吨的漂浮基地, 运载着超过10亿美元的海军舰载机, 航母上有着数百种不同类型的工作, 最难最危险的部分恐怕当属F-18的飞行员了。 这些攻击机飞行员就是海军舰载机的代言人, 也是航母上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他们是真正现实版的壮志凌云, 日复一日的升空又降落是一项充满高压和紧张的工作, 蜷缩在折叠以大小的机舱那几个小时, 并且身体还要承受10倍于体重的压力, 每一位飞行员都需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高度的注意力集中, 船上只有不到200人是飞行员, 每一位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背后都有成百上千的载边船员提供服务, 他们全都是海军的支柱, 这里级别最高的就是指挥总长菲利普斯, 他管理着这里的数千名载边船员, 他每天往返于飞行甲板下方共18层区域, 检视每一层船员的情况, 不仅是工作上的进度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里所有船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左右, 在航母上真正深入前方的还是战斗机, 飞行员每次进入驾驶舱都希望飞机处在试航状态, 这就需要航母上的1000名维护人员, 这就是这些维护人员的指挥官克拉克,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航母上大约75架飞机性能完好, 能够顺利的起飞, 在不时号上每天至少有25次起降, 每一次都有可能引发机身颠簸, 闲湿的空气和海水都是潜在的风险, 维修人员必须注意腐蚀问题, 一旦有所疏忽可能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更严重的是危及飞行人员的生命安全, 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最害怕听到的就是某个飞行员没能安全返航, 更要命的是这架飞机还是经他之手维修的, 所以维修人员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飞行员的安全, 维修人员每天必须为至少55架飞机做好试航准备, 否则航母可能无法展开任务, 为了保证维修任务不被耽误, 维修人员每周都要去一次补给船, 主要的目的就是重新补装弹药和零部件, 今天补给舰不仅带来了飞机部件, 还有各种弹药配件, 于是海鹰飞行员需要驾驶直升机进行调运, 他们称这种行动为垂直补给, 首先在补给船5米高度盘旋, 船上的工作人员会用直升机下面的吊坠勾住货物, 然后飞往航母甲板, 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风向, 以免造成人员伤亡或物资损毁, 不过无论天气如何, 都是后方的机组人员引导飞行员找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安全卸下货物。 当弹药等物资通过海鹰直升机补给到航母上以后, 工作人员会立即将其送到甲板下层, 位于甲板下的第7层是航母上最严密保护的区域, 这些弹药零件由航空军械兵负责接收, 空军部队的每一枚武器都存放在这个弹药库里, 这里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军械士, 他们必须穿着红色的鲜艳衬衫, 这代表着他们势力危险最近一步的人。 这些弹药不是预先组装好的, 他们需要军械式重新进行组装,炸弹有多种规格, 有专门作用云面掩体或移动的物体, 它的体积最小,组装完成只有2米长, 重220公斤,最大的长约4米,重约900公斤, 在这里工作需要时刻小心, 一个错误的举动都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灾难。 1966年10月26日,奥里斯卡尼号上的船员不小心 在弹药储藏室里掉落一枚照明弹, 照明弹的安全栓脱落导致爆炸, 然后引爆了储藏室里的其他弹药, 扑灭这场大火用了整整10个小时, 事故造成三架飞机被毁, 44人死亡,并有38人受伤。 这是自二战以来发生在航母上最严重的爆炸事故, 所以如今在布什号上的每一位炮手都知道奥里斯卡尼的事故, 他们知道写的教训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通常组装一枚炸弹需要10名军械士, 首先将包含激光导引头的弹头拧上, 接下来插入保险丝,并安装安全开关。 这枚炸弹只是一块价值2万美元的金属, 最后安装尾部套件, 这也是将炸弹引向目标的必要功能, 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就可以安装10枚联合制导攻击炸弹, 接下来这些炸弹被送到飞行甲板上的武器升降机, 整个布什号航母上一共有4架武器升降机, 第二组军械兵在甲板上工作, 他们负责将这些成品弹药挂上飞机, 起飞前30分钟必须准备好一切, 此时飞行员进入驾驶舱, 因为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 有超过30架飞机和多达300人来往于航母甲板上, 如果没有收到15名飞机引导员中任何一人发出的信号, 飞行员绝不能擅自妄动, 忙碌的飞行甲板上也充满了危险, 有飞机的轰鸣声, 有快速旋转的螺旋桨, 以及眨眼间就能将人吸进去的战机引擎, 负责监控和管理甲板上这些工作人员的就是航空长, 布什号航母的航空长正是这位身穿绿衣的卡钦斯基指挥官, 他和他的指挥团队在舰岛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 他被称为一级飞行控制, 这个高塔位置绝佳事业极好, 从这里可以看到甲板上发生的一切, 卡钦斯基指挥官负责管管理空军部门的550名船员, 这也是航母上最大的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的有些人在机库工作, 为飞机作战做准备, 有些人则在飞行甲板上工作, 辅助飞行员做好飞机升空的一切后勤作业。 你知道航母舰带机是如何起飞和降落的吗? 原来背后的流程极其复杂并充满危险, 航空长和他的团队在每架飞机发射前需要预先制定飞行计划, 这就是所谓的甲板定点, 但是航空长和他的团队无法从高塔里指导每一个动作, 下面三层的动作由高塔底层的办公室来指导, 这里的团队帮助航空长追踪甲板上的每一架飞机, 带队的是飞行运转员陆军中校麦基, 在作战行动中, 机库和飞行甲板是航母上最繁忙的地方, 麦基的团队每天要编排200多场起降, 他们有一块备用感应板模拟实施概况, 这完全是一个飞行甲板的复制品, 不过这只是一个备用感应板, 大部分时候用的都是电子板, 一旦电子板遭受故障就得用到备用板, 通常在起飞前15分钟麦基会收到航空长的指令, 于是这时麦基只会飞行甲板上的机组人员行动起来, 这些工作人员最辛苦也是处在最危险的环境下, 1991年一名船员被飞机的引擎吸进去了, 1989年一辆教练机坠毁在甲板上导致5人死亡, 17人重伤, 同时甲板上的工作人员还面临另一项挑战, 那就是刺耳的噪音, 所以他们都在使用手势语言进行交流。 接下来飞行引导员挥动手臂引导飞机移动, 紧接着另一名身穿黄衫的引导员上场, 这个岗位被称为射手, 此时甲板下方会升起一个弹射器控制站, 指挥人员会坐在里面指挥头号射手处于安全的地面位置, 通过头号射手指挥其他射手, 在陆地上飞机有1200米至1800米的起飞空间, 但是在航母上飞机只有不到120米的起飞空间, 所以它需要一种产生额外速度的方法, 解决办法就是这个弹射器, 首先飞机会滚动到弹射器上, 甲板人员将其连接到飞机前轮的拖曳杆上, 接下来弹射器控制站的指挥员会按下拉紧按钮, 接下来在飞机后方升起喷气偏流板, 它的作用就是阻挡飞机喷射的炙热气体, 以防止伤害到甲板人员, 现在飞行员做最后的全面检查, 确保飞机准备就绪, 之后飞行员给引导员敬礼表示一切准备完成, 然后弹射器控制站里指挥所有人做好准备并按下点火开关, F18在3秒内以2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出, 布什号航母上4架弹射器全速工作时, 每30秒就能发射一架飞机, 至此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们还需要为结束任务的飞机进行降落准备, 航空长向飞行员下达着陆命令, 他和团队需要安排空中盘旋的多架飞机依次降落, 然后由甲板上的专门小组进行操作, 这时轮到着剑信号官上场, 这时F18的飞行员放下尾钩, 这种尾钩的作用是为了抓住飞行甲板上三根阻拦锁的任意一根, 着剑信号官需要帮助飞行员成功勾住阻拦锁, 这项工作非常重要, 关系着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早在1922年,美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蓝利号, 飞行员在降落时只能依靠飞行员的经验和目测, 去勾住15根阻拦锁的任意一根。 偶然的一次着陆行动中, 一名思维敏捷的机组人员抓起两块布条引导飞行员安全降落, 从此以后着剑信号官这个职位就诞生了, 直到1955年着剑信号官有了一个更加得力的帮手, 那就是光学着陆系统, 飞行员称之为肉丸, 它是一盏明亮的琥珀灯, 指示飞行员是否以正确的角度接近, 飞行员可以在2400米外看到指示灯, 如果中间的黄灯与水平横排的绿灯一致, 说明飞机处于正确的位置上, 如果它在绿灯下面就表示飞机飞得过低了, 如果黄灯变成红色就表示有可能发生撞击事故。 在飞机到达航母14500米的地方, 飞行员开始呼叫控制它, 它需要报告飞机的关键指标信息, 当喷气飞机接近时, 飞机探测器迅速将飞机重量数据输入阻拦装置, 通知甲板下的发动机控制部门, 给阻拦锁设置制动力数据。 15秒后飞行员靠近航母, 如果不具备降落条件, 卓舰官会挥手示意飞行员重新再来一次。 一分钟后飞行员绕了一圈再次尝试降落, 这一次虽然降落到甲板上, 但是没有成功勾住阻拦锁, 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需要加大油门再次冲天, 紧接着飞行员再次尝试降落, 并不是勾住阻拦锁就能成功降落, 也需要好的阻拦装置进行配合才行。 2016年一架一二阴眼侦察机在降落艾森豪威尔号上时, 阻拦锁断裂, 好在飞行员成功拉起了飞机, 但是甲板上有8名船员被断裂的阻拦锁击倒造成严重伤害, 好在今天他们只用10两秒就停住了这架18吨重的飞机, 机组工作人员需要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重置甲板, 准备迎接下一架飞机降落, 好了这就是航母上的工作日常, 感谢您的观看与点赞, 如果您对此类视频感兴趣,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